作為巴基斯坦寶石商的太太 我現在已經有三個寶寶了 每生一個寶寶呢 泰斯爾漢就會給我收一顆原石 收一顆原石 在巴基斯坦還是在中東國家 娶四個老婆是可以的 但是它是有條件的 那有哪些條件呢 我是在中東做14年寶礦石生意的 台灣女生佑珍 我跟我的巴基斯坦老公 是因為祖母率而結緣的 我最一開始是因為做SARS的生意 從台灣去了埃及 因為中東地區 寶礦石資源非常豐富 我就漸漸的喜歡到了 礦區收各式各樣的寶石 後來迷列上了阿富汗祖母率 我的合伙人告訴我 有一個在泰國打磨寶石 特別知名的巴基斯坦人 他們家族裡能夠讓你看到 你想要找到的祖母率 就這樣我和我的合伙人 飛到了泰國 原本預約上午的時間 與泰西爾汗 也就是我的老公 結果等了一天 下午他才出現 剛坐下來沒有兩句話 他就甩給我一句 I will not do business with you 我在滿頭問號的情況下 他告訴我 Because you will be my wife so this everything belongs to you 所以我跟我的老公泰西爾汗 就是因為阿富汗祖母率結了這段姻緣 其實我在先生跟我求婚時 我也蠻擔心 婆婆會反對這份異國婚姻 因為我畢竟不是當地的 也沒辦法陪婆婆聊天 我先生告訴我 其實我不用擔心 他的媽媽非常愛他 我先生選擇的對象是一個外國人 過來自哪裡都沒有關係 因為會跟他相處一輩子的是 你的太太而不是媽媽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就讓我感覺非常溫暖 所以我們沒有婆媳的問題 在巴基斯坦啊 還是在東東國家 娶四個老婆是可以的 但是他是有條件的 第一 大老婆必須得同意 才可以娶第二任哦 第二 每任妻子的待遇 必須完完全全的一樣 譬如說 他老婆當時娶的時候 只給了一套房 娶二老婆時 一輛車和一套房 對不起 那大老婆那邊 必須補上同價位的車子或現金 第三點就是 巴基斯坦等中東國家 女性是不工作的 全程靠男人養 所以不是讓他們多找幾個老婆 他們就會開心的找 對不對 他們不一定養得起的 所以寶寶們不用問我了 以後我老公有幾任老婆 救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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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娶 他都不敢娶 女生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如果每個有生過小孩子的女性都知道 生小孩 懷胎 是非常非常辛苦 那他賦予了媽媽 這個非常崇高的地位 因為他經歷這些苦 是男生沒辦法經歷的 像我先生 我也會跟他開玩笑 我說那 我 我不會做家事 我不想做家事 他說他請人做就好 他說他娶我來 不是要來做家事 你看媽媽生 他是我的妹 哈哈哈 作為巴基斯坦寶石商的太太 我現在已經有三個寶寶了 每生一個寶寶呢 泰西爾汗就會給我收一顆原石 他親自給我打磨 我自己做設計 成一件珠寶來增場 那第一顆是 10克拉的斯里蘭卡無燒 煙花崗玉 第二顆是 7克拉的 阿富汗無油珠魔綠 第三顆是 6克拉的 斯里蘭卡無燒 變色藍寶石 曾姐 那你以後還會生嗎 真吧 巴基斯坦一家有 5到7個小孩是正常的